吉祥扫射组织上岸 陆战66旅模拟敌军 从淡水巴黎登陆抢摊 去年汉光39号演习 反登陆才被列为重点项目 但却万万没想到 一艘中国快艇 却还是能从淡水河口长驱直入 我军海防是否出现盲点 相关的暗机雷达 这种不是属于战时的 这种军事的行动的部分 我想海军特上 这部分他们应该会做世界处置 那我们国军会进行加以支援 那就这个部分 我们未来做再进一步的演绎 新上岸的国防部长顾立雄 马上得要绷紧神经 淡水和防务一向都被列为重中之重 毕竟靠近首都 从河口到关渡大桥 约8公里 到总统府也仅22公里 专家担心这很可能成为 共军突袭渗透地面 执行斩首行动的重要路径 七月登场的汉光演习 恐怕得加强演练 就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在 我们相关的这一个 并推的演练的项目科目之一 国军确实在淡水河 一直都有重重封锁 包含住房河口的关渡指挥部 以及北投复星纲的海军陆战队等 但这次快艇擅闯事件 专家不排除是中国测试 我国防务底线 有关灰色洗澡的这个部分本来就一直是持续存在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 当然要做相关的 厘清 但是我们永远要维持 我们有这样的警觉 跟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然后再做相对的因应措施 淡水河口莫名其妙 冒出一名中国男子 高喊投奔自由 身份是否有解放军背景 也得查个仔细 我们等待司法案调查的结果 和后续的处理 谨慎再谨慎 就怕首都政经中枢防护 百密一书